我們的舞台前方 聽T位這邊先拍照 對 先拍照 哎呦 各位 我們的綜藝天后 國際巨星 featuring將來的Potential天后 潛力星秀 也是我們的女王 小天后 徐老大 欸 徐老大面臺會擺POSE的嗎 國際巨星小ABS 這是我女兒 女兒 那一句 哈哈哈 因為她畢竟才十歲 然後我們第一次拍廣告 沒錯 我就會替她擔心 然後那時候一拿到腳本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跟她分享 就說妳可以怎麼演 指導一下 所以我就拿腳本拿給她之後 然後正準備要講的時候 發現就又有漁王發現 她已經在看腳本 然後這樣 哇 就是她已經自己看了手腳本 然後我就要跟她講說 寶貝妳這邊 我跟她講 這個時候我自己看得懂 不用妳來 對 然後我們當時拍攝當天呢 她就是每一個表情什麼的 幾乎就是一次OK 然後我的化妝師還本來跟我講說 欸欸欸欸欸欸 妳等一下要演戲的時候 盡量不要太用力 因為妳女兒是渾然天成 妳如果太用力的話 會不會很像公平劇 喔 哈哈哈哈 我覺得會不會演戲 太誇張了 舉行還要紅嗎 現在已經了啦 喔 喔 喔 我真的 現在沒有喔 妳以為 妳以為今天自己的帥太美了嗎 是因為我OK 喔 人太思念 喔 欸 媒體朋友們 妳們自己說 是不是因為我紅的關係 妳們才順便來拍她 呃是這樣子嗎 本妹 是 是 耶 因為 她這個佛陀兜就是妳的模子耶 是嗎 真的 因為那種古靈精怪的感覺 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我們都在她十歲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乖巧 就是非常 非常怕我媽 很尊敬我媽 知道長大之後 對 外放 像她這樣子 嗯嗯 覺得她十歲就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真的嗎 那妳覺得妳的這個 厲害的氣場 比較強大的氣場 天后的感覺是不是 來自於我嗎 是啊 是遺傳到媽媽嗎 還是 學她 妳學我的 喔 那妳還不承認 所以妳根本就很崇拜我吧 沒有 欸 那妳又說學我又不崇拜我 那妳不想矛盾嗎 妳學 妳就是沒有崇拜 喔 那妳說那妳崇拜誰 嗯 Blackpink 我就說到我是Blackpink 我就說到我是Blackpink 我是Blackpink Blackpink是不是 我覺得 不知道妳買她們的票 對呀 哈哈哈哈 還要不買呀 我們她們的票 不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